这是一条修炼成人的大母蛇 他突然睁开了眼 摇晃着脑袋 伸出长长的杏子感受了周围新鲜的空气 他用力地扭动身躯 进化出修长的手臂 见扭动无果 便用手用力地撕扯掉身上的蛇皮 还没退化的蛇尾 慢慢地变成两条大长腿 尖锐的眼睛瞬间变成卡兹兰大眼睛 树上的猴子都看傻了 大象连连尖叫 就连鳄鱼都吓得赶紧钻进水中 刚进化的双腿还没法站立行走 他在泥地里爬行 用卡兹兰大眼睛谨慎地观察着周围 一个自带烟熏中的蛇女就这样诞生了 原来这个蛇女是人们供奉的美女蛇神 她原本正跟老公在大山里 每日过着没羞没骚的生活 好不快活 突然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为首的地中海老头因为坏事做多了 脑袋里长了三个肿瘤 将不久于人世 老头还想多活几年 于是他就盯上了蛇女的神奇玉石 传闻 蛇神掌管人世间的生育 而他随身携带的那块神奇玉石 可以让人长生不老 于是老头就带着三个小弟 计划上山抓走蛇神的丈夫 这样蛇神就会化身为人 带着玉石拯救丈夫 老头就可以趁机将玉石抢过来 治疗自己的脑癌 老头很快就找到了蛇神的生存之地 看着正在交流的两条蛇 老头急坏了 立马吩咐小弟将公蛇抓过来 但小弟事到临头却怂了 蛇是有仇必报的生物 更何况蛇神呢 毫不意外 另一个小弟看到此景 立马转身就跑 还剩一个小弟都被吓尿了 他正好被老头带住 被老头用小刀威胁着 没办法 只好拿着钩子骂骂咧咧的前往 眼一臂心一横 勾起熊蛇就跑 此刻的蛇神身体极度虚弱 只能眼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抓走 他将仇人的样貌狠狠记在心里 准备要用千年的修炼幻化成人 再去找老头复仇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修炼成人地蛇女已经消耗了太多体力 仿佛身体被掏空 幸好他发现了一窝鳄鱼窝 他看了看四周 趁鳄鱼不注意 将蛋直接连壳吞 卡得他双眼一番 差点没给自己噎死 临走前还不忘带走一个 要不说他能修炼成人呢 出化人形的蛇女摸了摸自己的油头 顺走了别人的衣服 也学着洗了个澡 呀 这不活脱脱一个大美女吗 蛇女走出大山 根据丈夫的气味来到大城市 原来这里正在举行某种活动 她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类 人都傻了 一个大叔对着眼镜蛇吹笛子 蛇女像是受到了什么感应一般 突然冲进人群中开始热舞 跳着跳着就到了大叔面前 随着笛声的节奏加快 蛇女的舞姿也愈加动人 这时 有两个憨货盯上了蛇女 两人合力用红色大床单将蛇女脑袋一蒙 带到了豪华酒店 想对她行不轨之事 他们见蛇女无动于衷 两人便对蛇女又打又骂 在外吹笛的大叔也听到了美女的惨叫 却也不敢上前帮忙 突然像是感知到什么大事即将发生 收起面前的东西立马跑路 蛇女感到了危险 拼命保护自己 小红真是兴奋极了 感觉蛇女很快就会屈服 她跳着舞去打开电视想去学两招 没想到 这便是她最后一次看电视 注意看 这个可怜的女人 正被两个流氓上下其手 感受到危险的 她随即开启了自我保护机制 只见她扯掉了自己的头发 露出大疗牙 骨头也发生了诡异的变化 洁白无暇的后背长出了了鳞片 光溜溜的脑袋也从头皮下生长出来 她朝两个流氓吐着杏子 顺带活动筋骨 随后尾巴从身后长出 头部还在继续变异 最后眼睛和獠牙迅速移动 原来这是修炼成人的蛇女 两个流氓都看傻了 她扭动着身躯 看准时机 张开血盆大口 瞬间向两人发动了攻击 一带一个准 蛇女将逃跑的男人扫倒在地 用尾巴将其脱回 并对其进行了持续输出 男人哪里经受得住 没几下便领了盒饭 蛇女没了兴趣 直接将另一个男人吞进了肚子 吃饱喝足的蛇女 像孕妇一样躺在床上休息 消化过后 又变回为夫白帽美大长腿的模样 因为丈夫的气味变淡 她只能漫无目的地瞎光 这时 她被一个大妈发现 并且拨打了报警电话 因为许久没见到丈夫的她 此刻留下了思念的眼泪 梨花带雨的模样好生可怜 谁会将她跟血盆大口的蛇女 联想到一起呢 来到警局的女人 很快就被墙上的通缉犯吸引 很快就认出抓走丈夫的其中一人 她愤怒地扯下照片 急火攻心地她晕倒 在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下 警局里的女性少得可怜 没办法 警官只能将自己的妻子叫来 看着不会说话的蛇女 妻子只好将蛇女暂时带回家中 还帮蛇女换了一身新衣服 晚上 老夫人对着蛇神向面前祈祷 她希望掌管世间生育的蛇神 可以赐给自己女儿一个孩子 原来警官和妻子已经结婚很久了 妻子只要怀孕就会流产 这些祷告的话正好被蛇女听到 蛇女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她起身准备到百姓供奉的地方去还院 谁知走到半路 蛇女碰到了正在家暴的通缉犯之一 她直接了结了这个家暴男 并将其拖走 两个趴在窗缝的孩子 看得眼睛都快要出来了 第二天警官接到报警去村里查案 可村民们纷纷都说见到了美女蛇神 此时警官看着男人的伤口 又想起之前被杀的两人 若有所思 这边的地中海的老头已经头疼欲裂 他只能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气急败坏的他使用高压电流刺激蛇夫 希望他与蛇女产生共鸣 引诱他找来 他用手帕沾上带有蛇夫气味的粘液 将他涂到了那个小弟的脸上 要求他到大街上走动 这样蛇女就会闻着气味找来 小弟没想到自己又是天选打工人 只是因为犹豫了一下 老头便对他拳脚相加并开枪威胁 老头有钱又有权 谁也不敢侮蔑他 小弟拖着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地离开 他正靠在墙角休息 没想到一转头 蛇女便已经出现在面前 小弟吓尿了 一动也不敢动 很快 蛇女便顺着气息边找到了地下室 女人正抱着一条蛇进行深入交流 他任其缠绕 脸上竟是享受之情 原来这个女人是蛇神 这条蛇是她的丈夫 只因几天前这个位置自己脑癌的老头 为夺蛇神长生不老的玉石而将其丈夫抓走 老头为了引出蛇神 便用高压电流刺激蛇夫 心疼极了 二话不说 立马找个隐蔽的地方为其疗伤 蛇夫在蛇女身上缠绕 吸取能量精华 正当二人进行到一半时 老头突然出现 他身穿防热服 带着护目镜 猛地拉下电闸 开启高峰被音响 通风口和天窗瞬间关闭 蛇女受到惊吓 此时正是半人半蛇的状态 老头抢过半吊一口气的蛇夫 一点一点地引诱蛇女往陷阱爬去 随后一脚踩下开关 就将蛇女吊了起来 看着肤白貌美大长腿 动弹不得的蛇女 老头高兴坏了 而蛇女此刻只关心她的丈夫 她退去放热服 露出本来面目 问蛇女御时在哪 见蛇女不鸟她 直接给她来了一枪 正巧 警官带着小弟赶到 看到老头在虐待蛇女 老头和小弟直接开始对手 小弟不幸中枪 直接滚下楼梯 警官瞄准老头 一枪将其击倒 见老头还能起身 反手给他一肘击 还好小弟伤得不重 立马将其控制住 随后 警官救下了身受重伤的蛇女 并贴心地给他披上了衣服 蛇女立马爬向丈夫 过程实在让人心痛 老头见二人疏忽 反手挣脱小弟 给他来了一枪 直接送上热热的盒饭 警官闻声赶来 一脚将他踹开 紧接着对老头疯狂输出 发泄着心中的怒火 与此同时 蛇夫也在蛇女怀中隐恨西北 蛇女悲痛万分 而小弟也在警官怀里奄奄一息 警官无可奈何 片刻 小弟也随机而去 老头疯不住对着老头又胖揍一顿 蛇女带着怒火 再次变身为人头蛇身 身上的伤口也在愈合 他使出洪荒之力 将警官一把举了起来 蛇女冷静了片刻 放下警官 转身向老头挪去 他一把抓起老头 老头万分惊恐 蛇女一把将他扔进了 曾用来虐待蛇夫的电箱 启动了开关 强大的电流让老头痛不欲生 当场毕命 蛇女伤心欲绝 抱着丈夫的蛇体 扭动着身躯离开了地下室 不久后 老夫人的愿望成真 警官的妻子终于怀孕了 生下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可把警官二人高兴坏了 蛇女则是回到森林中 抚育着和丈夫的宝宝们 在蛇女的精心养育下 蛇宝宝们也茁壮成长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剧中蛇神造成的悲剧 究竟是人类的自私造就 还是动物生来就敌人一等 活该被人无情残害 世间一切皆有因果 万物皆有灵性 虽然动物和人不一样 没有复杂的思维 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